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男嘉宾的第一条短片 咱们这个师傅身体好就是财富 我不抽烟不喝酒注重养生和锻炼 我现在头部也昏眼不滑 刺妈妈香身体棒棒 没有伤高 我现在什么能证明的 一包卡就能证明我 我一包天津一万块钱的一包小药钱 生活的阅历使我锤炼了一身本领 老爷们的水电汉木剑火 女人的风补之韵 煎巧碰炸 我都能不在画像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做不到的 常年和计算机打交道 也让我思维一直很敏捷 我参与过录制女嘉宾的服装 配饰 法饰 很多细节 我都能记在心里 我大脑能容纳很多信息 但我的心里只能容纳一个人 爱着选择 我来了 好的 那么刚才通过这个短片呢 我们对男嘉宾呢 有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刚才我看到里边有几个关键词啊 学霸 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体现出来你学霸的本质呢 我想了一个方法 这样 我们每一个女嘉宾 手里都有一个题板 这样我们每个人在题板上 写下一个三位数的数字 然后看看我们的男嘉宾 她的瞬间记忆力到底如何 来 这样我们所有人拿着题板 写一个这个三位数啊 我觉得有点难度的 应该是跳跃的 我先问问您啊 您对自己有信心没有 有 有信心 这样我们八位女嘉宾 先把题板翻转过来 好的 现在我们给男嘉宾 30秒的时间 来记一下这八数字 倒计时 开始 这样 我们八位女嘉宾 先把题板扣下 那么现在呢 我就在我们的八位女嘉宾当中 随机选出三位 然后呢 请您马上立即说出 她写下的数字 来 我问你 八号题板写的啥 521 521 二号 二号题板写的啥 525 520 520 对 我爱你 我们二号阿姨 本身没给你亮灯 还有我爱我呢 是 她没亮灯 所以说我才选她的 所以你说赢男人 背啥 啥意思 背啥 啥意思 内心要强大 内心要强大 一个优点 就是我把脸打肿了 我也是个胖子 这也是一个优点 对不对 内心强大 对 落过半天了 来 三号 解 完了 三号忘了 没忘了 没忘了 795 来 三号转一下 795 还真挺厉害的 真厉害 谢谢 谢谢 好的 我觉得这个 记力在生活当中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对于另一半来说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他会记住很多特殊的日子 特殊的时刻 对 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这样的年纪里面 有这么好的记忆力 的确是为大哥点赞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些数字不是连续地说下来的 是在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插入了别的事情 那么你回过头来 在问大哥的时候 他依旧记得 所以这样的记忆力 你的确是特别令人钦佩的 谢谢 谢谢 这是老想 老想的时候表扬我 我高兴 必须要支持你 知道吗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你需不需要另一边跟你一样 记忆力也好 不需要 2号 女嘉宾来说 在不亮灯的情况下 男嘉宾还依然关注 那个给男嘉宾的勇气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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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独立你 是 谢谢 那就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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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 做一个一样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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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啊 没找地儿啊 确实没找地儿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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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这个男嘉宾真的是 哎呀 干嘛呢 叔叔 他干啥了 他 扭 扭腰 扭 我今天好像是一个考试课一样 给我们叔叔考的 叔叔你确实能打100分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生活呀 你出对象啊 找老伴 过的肯定不是说数学题 你知道吗 对 你不能老有礼貌 玩要不然我给你上才艺 其实我跟你说 宝哥 我们叔叔有瑕疵 不是那么完美的 好看